如果在座有些女明星 知道妳對她們說了什麼話的話 No! 阿妹每次來 I always say 妳好漂亮 張惠妹在這裡耶 對啊 我敢說 張惠妹明天一定是 紅毯第三枚 前面還有兩個吧 第一枚是我 但我怕第二枚被人家搶走 所以我第二枚也先站下來 對 第三我就讓給你了 OK 妳今天 so beautiful 妳覺得張惠妹 走出空隙來了攝影 旁邊是蔡依林嗎 好啦 那前三枚已經佔掉兩個了 沒有啊 她是第四枚蔡依林 一二一二都有可能是我 阿妹妳站起來借我看一下好不好 Sexy baby oh my gosh 妳看她那對胸 妳以為我沒有嗎 把我拉拉拉下來 來 許姊弟 許姊弟 不要忘記 妳剛才在沒有見到張惠妹的時候 妳對記者說了什麼話 我說 妳說了什麼話 因為記者 張惠妹 我跟你講 剛剛她出場的時候 走紅地毯 然後記者就跟她說說 欸 妳今天怎麼穿那麼多 就妳不知道張惠妹露成什麼樣子嗎 然後結果妳知道小S跟記者說什麼嗎 她說露是一件非常過時的事情 蔡依林 蔡依林妳也站起來 妳也站起來 我跟你們兩個講 小S跟記者說 不管是露胸還是露腿 都是非常過時的事情 妳告訴我她在第幾排 第一排 第一排 第一排蠻多人的耶 妳可不可以更明確一點 就是妳大概都怎麼稱呼她 風姊 清風 風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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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生氣啦 風姊 為什麼她會得到一個 用廣東話發音的外號 因為她當時上我們節目 我們就說 妳講話真的很秀氣耶 她就說 好了啦 不要再聊這些了啦 她說 我在香港也很紅耶 我說是喔 那妳到香港的話 別人就會 別人 剛剛 剛剛她是在第一排 對我們喊放屁嗎 妳講髒話 妳怎麼這樣啊 妳是音樂人耶 Come on 那我問妳 妳去香港的時候 有沒有人喊妳風姊 這是風姊的意思 有沒有 妳幹嘛 風姊 風姊別走 風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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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徐姊弟很怕 有人漏掉那集 康熙來了沒看 不知道要叫妳風姊 所以今天在金曲場 特別再講一次 就是 確認大家會這樣稱呼妳 對清風一定是 現場真的很開心 我們節目停掉的藝人 因為她就可以 徹底擺脫風姊這個情報 她以為康熙來了停掉 我們就沒有機會叫她風姊 殊不知我們會來金曲獎頒獎吧 殊不知我們會來金曲獎頒獎吧